欢迎大家选择我们的玛雅2017完全入门教程 这是我们的第一节课 那我们第一节课主要是给大家讲解的是 为什么选择玛雅2017 那我在学习玛雅的时候呢 刚开始用的是玛雅2012 那个时候12还是挺好的 但是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 然后玛雅基本上在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新的版本的推出 那这样的话也意味着我们如果说总是沉迷在 以前的版本的学习当中 你可能会错过很多很多的新功能 那么2017可以说是相对于咱们其他的软件 其他的版本是一次比较大的改革 那我希望同学们啊 无论说你之前有没有学过玛雅 或者说你现在刚开始接触玛雅 那我建议大家选择我们2017这个版本 那首先为什么要去用17 第一个我们在渲染器上啊 他已经使用到了阿诺 没有了我们以前的Mentory 然后呢我们在建模上有一些新的建模功能 像我们的Mass工具包 像我们的type啊 像我们的呃变形器等等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然后在UV上一键UV一键绑定啊 在我们的肌肉系统啊 还有XGroon都是更新的非常非常的棒 那下面的话给大家先看一下 玛雅2017的一个新功能的宣传片 玛雅2017的一个新的宣传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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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我们这一套教程叫做2017完全入门 我们也是从这样的一个过程给大家去讲 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2017 就是因为17有很多的新功能 而且大家现在开始学习的话 肯定要想着往后面去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啊 你不可能说我越学越往前 可能满眼会出1819 但是我们只要把17能够完全的把它的一些操作界面能了解明白之后 再去学习一些新的版本也不成问题的 那总之学习就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 希望大家能够在我的这套课程当中能够学到你们想学的东西 那我们下一年再见 拜拜 拜拜